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对良心犯孩子协会这个组织格外关注 我们都能看到这样一种令人忧心的现实场景 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良心犯被北京恃无忌惮地投入监狱 这还不够 他们的妻儿也被无情的诛年 一方面是中国和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滥用国家暴力 几乎无可奈何 在这种双重背景下 经过人间炼狱逃离中国政府的迫害 最终到达美国的良心患的孩子们 被迫起来抱团自救 最新出版的明星杂志聚焦这个群体 就是想导引了公共舆论 去关注中国新生代的政治意见群体 目前在美国的中国良心犯的孩子们的大体情况怎么样 这是一个很大的群体 参与创办这个组织的美国非政府组织 公民力量负责人杨建利博士 告诉明星 现在在美国的中国良心犯的孩子 大概有100人左右 由于目前的北京政权对良心犯 此物前列的严重打压 这个群体的人会越来越多 在这个群体当中 已经出现了年轻的人权活动家 这是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新现象 确实值得关注 这一期明星杂志 特别推出了这群年轻的人权活动家中 三位杰出代表人物 一位是耿格 他是被誉为中国良心的前职业律师 三度获得落奖提名的高之胜的女儿 被中国政府判处终身监禁的政治上王炳章的女儿 王天安 还有一位就是因为铜锣湾事件 而被中国政府秘密绑架的 瑞典公民桂敏海的女儿 南加仁桂 在国际国内公共舆论思维或严重缺席情况下 年轻的人权活动家群体的出现 不仅起到了为中国人权发声的替补作用 而且他们对中国政府监禁他们的父母 发出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抗议声音 还有关键的一点是 这些良心犯富费媒的政治理念 已经在新一代中得到了认可 耿格告诉明星 我认为我父亲真实的去为他们的付出感到骄傲 父亲事业的价值是美好的 能给我们的读者具体介绍一些 这三位代表人物的故事吗 高知胜写的预言共产党2017年倒台的这本书 有50万字这么长 2017年起来 中国库刑下的维权律师的高知胜之书 在台湾出版 6月14号 大学生整格代表父母 前往香港举行新书发布会 顽天安被称为同龄年中少有人权活动家 2008年 顽天安休学一年 到华盛顿专职从事 营救父亲的工作 2013年12月5号 美国众议院外交司务舞员会 举办女儿们对北京的呼喊 让我们的爸爸回家 这样一个听证会 参加者之一呢 就是顽天安 2016年5月 在英国读书的大学三年级学生 安杰仁桂参加了 由美国国会与中国问题舞员会 联合举办的中共魔爪 六四天安门至今全球打压批评者行动听证会 他呢 质疑中国政府公开的父亲认罪录像 指责中国政府呢 破坏香港的一国两制 这些良心犯的孩子 营救他们的父亲 现在有些什么进展吗 明星说年轻的人权活动家 营救他们的父亲 是提营救父的当代故事 实际上呢 有些夸张 发生在西汉王朝的这个故事 是个喜剧 提营认为父亲有冤 上书赶汉文帝废出肉刑 最后成功了 今天中国的提营救父 却是悲剧 目前还没有一例 把父亲从中国监狱里 救出来的成功案例 如果仍然是悲剧结局 这些良心犯孩子们 营救父亲们的努力 有什么意义呢 关于呢 这个问题 杨建利博士对明星 是这样解释的 他们的努力 让更多的人了解 父母亲的案情 调动了国际压力 使良心犯的狱中环境 发生变化 但就是人们常常忽略的 对良心化来说 家人 尤其是孩子 为自己奔走 呼告 争取自由 是最大的鼓舞 最好的精神支柱 我本人在监狱中五年 深有体会 还有一个就是呢 这些良心犯的孩子呢 当年面对父母被抓 自己被租连 大度有很深的心理创伤 例如在中国时 耿格就发生过自常行为 在美国呢 也因此呢 被送进过精神病医院 甚至出院后 再次尝试自杀 现在这些心理问题 全部都好了 耿格告诉明星说 好的 那就谢谢陈博士 谢谢索菲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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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